那到底有多少勞工在修无薪假 官方跟民间公布的数字差别很大 劳委会的统计是12家公司 2801个劳工 但是电子工会接到劳工通报 已经有63家企业实施无薪假 影响人数有33000人 电子工会今天就到劳委会 要求政府赶快面对现实 还有劳工团体反问 拿不出对策的政府高层 要不要也放无薪假呢 企业放无薪假的情况有多严重 官方跟民间的数字差更大 目前劳委会通报数字有12家 2801个劳工在修无薪假 不过根据电子工会接到劳工的通报 已经有63家 人数高达三万3000人 电子工会也讽刺马总统的633证件 终于实现 633是指让我们经济变得更好的数字 可是没想到觉得很讽刺 居然是无薪假的数字来到633 针对数字落差这么大 劳委会表示官方无薪假通报机制 才刚启动 数字会陆续更新 不过民间通报的内容 也一定会派人了解 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 或者是像园区 可以向他们里面的劳工组 来做反应申诉 那我们主管机关在第一时间 一定会派员去查访和了解 电子工会也表示 官方通报机制是被动等企业来通报 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也强调现在放无薪假的劳工 受影响最严重的薪水 已经少了三分之一 面对无薪假延烧 也有劳工团体在凯达格兰大道 拿出无薪假休假同意书 要给马总统跟武敦一 不要跟我们谈 要来跟劳工签什么无薪假协议书 最重要的是 我们认为无能的统治者 就不应该领人民的薪水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 马无的无薪假同意书 这个星期六即将登场的 建国百年秋斗行动 社运团体也将集结弱势人民 在总统府前发出怒吼 全民摇头 全民摇头 记者选子郭俊玲 台北报道